台中市19号下午下起大雨 造成太平区光龙里大淹水 整条马路都被泥水淹过 水深一度淹到了小腿度 当地机车行业者表示 一发现下大雨就立刻把车子迁到高处 否则车子就会泡水 里长也说这十几年来 只要大雨下超过20分钟就会淹水 也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尽快改善 大雨滂沱整条马路瞬间变成黄河 还淹到人的小腿度这么高 机车全都泡在水里之名 苦不堪言张淹水的情形 已经不是第一次 只要下大雨下超过20分钟 我就准备要迁车了 然后有时候雨太大的话 会来不及迁 机车就会泡水了 然后就要休理了 有时候水太大来不及迁 有的车还会流到对面去 19号下午台中下起大雨 太平区光龙里十几年来 每逢大雨连续下超过20分钟 就会淹水 尽管水退了 马路上还是一片泥泞 从2012年开始 民众陆陆续续将下雨淹水的画面 录影下来 里长多次向适幅反映 但到现在还是没有明显改善 因为下雨要回堵 所以它就会满出来 每年每年都会这样子 他们都有来会看 他们都有来看 他们都有说 他们想要做的一套 可是有没有 没有啊 几年了 十多年了 而水利局表示 因为前一天的降雨 时雨量高达50毫米 降雨量大 宣洩不及 才会淹水 是否已经编列2800万的经费 要进行整治工程 对当地知名来说 下雨淹水几乎是每年都会上演的噩梦 就盼相关单位能尽快改善 让他们免于水患之苦 记得台中综合报导